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将目光投向麦阿密 李日式将自己宣传为热带硅谷 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朝着防务协议 迈出了令人瞩目的一步 阿尔巴内斯说道 暴风雨般的水域 红海袭击导致中欧集装箱运价飙升 你可能想要在2024年改变你的投资策略 尽管波罗的海港口停工 俄罗斯的原油流量仍然保持强劲 请大家收看 将目光投向麦阿密 李日式将自己宣传为热带硅谷 彭博社 为了吸引居民和投资 李日热内卢正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区域科技中心 该城市面临人口流失 经济不平等和高犯罪率等问题 官员们希望通过专注于科技 将李日转变为一个创新中心 市长爱德华多 帕埃斯试图将该城市市市场定位为一个热带替代品 类似于华尔街或硅谷 重点吸引开发人员 加密货币交易者和数字游民 李约正在提供税收优惠 并改造区域 以打造21世纪的经济 同时还在开发一个名为 Portomore Valley的科技中心 然而 批评人士质疑 这个城市能否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科技中心 以及以这种方式吸引工人是否明智 在疫情期间 曼阿密和里斯本等城市争相吸引工人 导致租金上涨和当地经济受到干扰 自2010年以来 李约只发放了700个远程工作者签证 而失去的永久居民达到了10.9万人 该城市还面临着空置建筑和流浪者问题 批评人士称 市长的发展努力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 官员们希望李约的自然美景和生活质量能够吸引工人 他们正在简化繁文入节 推广该市作为科技和环境友好型城市 他们还押注于加密货币 电子竞技和碳信用市场等行业 以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 这些努力是否能够成功 以及李约能否成上科技行业的浪潮 或者是创造一个泡沫 还有待观察 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朝着防务协议 迈出了令人瞩目的一步 阿尔巴内斯说道 南华早报 据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内斯表示 澳大利亚正在与印度尼西亚 朝着一项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防协议迈进 以期将其与该地区国家的双边安全协议列表增加 这项新协议将在国际法下具有约束力 并将提升两国之间的国防伙伴关系 澳大利亚一直在积极寻求 与该地区各国达成安全协议 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 图瓦卢和东地问 以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暴风雨般的水域 红海袭击导致中欧集装箱运架飙升 南华早报 由于胡塞武装分子 在红海地区发动袭击 全球航运巨头将集装箱船只改到金豪旺角 导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运费飙升 包括CMACGM 马士基 地中海航运 中远和长荣海运在内的航运公司 已暂停通过埃及苏伊士运河的航线 选择金豪旺角的替代航线 将使亚洲、北欧航线的西行航程增加约10天 并导致运费进一步上涨 你可能想要在2024年改变你的投资策略 CNN 分析师对明年股市的表现持不同意见 预测范围从下跌11%到上涨17%不等 然而 一些共同的主题浮现出来 投资者明年需要积极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 而不是依赖长期投资策略 这是因为今年股票和债券市场异常波动 高盛分析师认为 今年推动股市上涨的科技公司 将在2024年退出舞台 周期性行业和小市值股票将是不错的选择 与此同时 预计美国国债将保持波动 随着经济放缓的势头加强而下降 但随着复苏的发展而上升 然而 长期债券收益率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分析师认为 当前收益率的国债 可能是寻求高质量收入的投资者的一个 有吸引力的长期选择 另外 美国钢铁公司已同意 被日本钢铁公司以141亿美元收购 尽管波罗的海港口停工 俄罗斯的原油流量仍然保持强劲 彭博社 尽管波罗的海港普里莫尔斯克的出货 暂时停止 导致每周流量略有下降 但俄罗斯的海上原油出口在四周平均基础上有所增加 根据邮轮跟踪数据 截至12月17日的四周内 俄罗斯港口出货的原油量为每日328万桶 这比前17修订后的数字增加了每日8万桶 由于普里莫尔斯克的工作 每周流量比截至12月10日的修订数字下降了 约每日60万桶 俄罗斯已承诺向其欧佩客家伙伴减少合并原油和产品出口量 使其低于5月至6月的平均水平每日30万桶 明年第一季度 俄罗斯将进一步减少每日50万桶的石油出口 使其低于5月至6月的平均水平 巴斯夫和罗伯特博士合计27亿美元动用私人债务 彭博社据报道 化学品生产商巴斯夫BASF和工程公司罗伯特博士Robert Bush 通过私募债券筹集了总计27亿美元的资金 巴斯夫借款15亿美元 罗伯特博士Robert Bush筹集12亿美元 私募越来越受到蓝筹股公司的欢迎 这些公司希望以比公开市场更少的信息披露 和融资条款的确定性更高的方式筹集债务 市场的增长导致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Neuburger Burman和Aries Management等资产管理公司增加 人员配备水平 纽约市最昂贵的10个房屋销售显示市场相当不错 彭博社 纽约市的超豪华住房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停滞期 今年签订的售价超过1000万美元的房屋合同有240个 而去年只有235个 前十大最昂贵的销售都是公寓 其中7个位于曼哈顿中城57街的亿万富翁大道上 合作公寓的销售在市场顶端几乎没有份额 反映了长期以来的不受欢迎 尽管如此 纽约市的前十大住宅销售总额为6.509亿美元 略高于去年的6.407亿美元 预计2023年该市的豪华住房市场将面临困难 价格更具可弹性 房产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更长 然而 考虑到两场战争 高利率和选举年的挑战 纽约房地产市场表现良好 在大科技时代 小盘股的衰落困扰着华尔街 彭博社 怀疑论者警告说 小市值股面临着长期存在的深刻挑战 较小的公司变得越来越不盈利 不令人兴奋 并且负债更多 这将使他们难以长期克服这些劣势 这些担忧 使一些专家宣布了小市值股的死亡 根据Voldat Advisors的数据 自1995年以来 美国中等市值公司的总资产毛利润 从29%下降到14% 此外 小市值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相比较大公司变得更加脆弱 一些人将这种恶化 归因于盈利公司更长时间保持私有化 而亏损公司则上市 此外 美国的股票数量和小市值公司数量 也大幅下降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一些专家认为 小市值股被过度抛售 仍然有一些有利可图的宝石 以吸引人的价格可供选择 一节航空股东批准20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 彭博社 一节航空股东已批准购买157架空客A320neo系列飞机 并有选择权再增购100架 交易价值近200亿美元 这笔订单将使这家英国低成本航空公司 能够替换其较旧的A319飞机和大约一半的A320CEO飞机 一节航空的机队完全由空客飞机组成 这有助于降低维护和培训成本 该航空公司的创始人间最大股东 斯特里奥斯·哈吉·约阿努 最初在疫情高峰期间寻求取消空客订单 但99.94%的股东投票赞成购买 澳大利亚法院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 认定中国人犯有干涉外国事务的罪行 南华早报 澳大利亚法院判定一名男子有罪 罪名是策划一起外国干涉行为 这是2018年引入的法律下的首个判决结果 前自由党成员Dissane Duong于2020年 被维多利亚州警方指控 准备或策划一起外国干涉行为 检方表示 Dissane Duong与中国情报部门有着经常联系 并试图影响一名联邦政府部长 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的目标 Dissane Duong声称无罪 将在日后被判刑 为大众提供金融服务 帮助在线零售商获得9%的回报 彭博社 拉美电商和金融科技巨头 Mercado Libra Mani 通过提供次日送货和金融服务等一系列服务 在该地区取得了成功 Meli是拉美地区市值第二大的上市公司 仅次于巴西的石油巨头 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 市值达800亿美元 该公司拥有发达的物流业务 帮助其实现了超过5000万买家中 一半以上的24小时送货时间 它还发展了金融服务业务 Mercado Pogo 该业务的收入几乎与其电商业务相当 并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 Meli拥有近5万名员工 并计划明年再增加3000名员工 尽管业务增长迅速 但Meli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思 加尔佩林 Marcos Delperin 拒绝通过提供高利率储蓄账户 来参与墨西哥蓬勃发展的金融科技领域竞争 而是更愿意专注于正确的产品 解决方案和用户体验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 将于明年从芯片巨头退休 南华早报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TSMC 全球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 宣布将推荐现任首席执行官魏哲嘉 机体即将退休的董事长刘德因 此举被视为为苹果的主要供应商 TSMC提供连续性 因为该公司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日益增加的压力 中国将台湾视为叛逆省份 预计随着对5G网络和数据中心 高性能计算芯片需求的增长 TSMC的业务将得到提振 该公司计划在德国、日本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新工厂 以满足全球需求并降低供应链风险 零售商在今年圣诞节面临了圣诞怪节的挑战 彭博社 Super Dry在圣诞节前几天发布了盈利预警 因为该公司在其标志性服装不再流行后 努力恢复其品牌 该零售商的股价在周二下跌了多达33% 稍后有所回升 Super Dry的预警出现在英国零售商面临困境的时期 过去6周里有几家公司降低了预期 尽管工资增长超过通胀 但生活成本危机和高昂的取暖费用影响了消费者支出 导致普华永道预测 今年圣诞节的消费将比去年下降13% EU2A足球试图适应新常态 因为有7名首发球员和两名教练离开了 雅虎 爱达河州足球队在过去的10天里遭受了严重打击 他失去了7名首发球员和两名教练成员 前爱达河州防守协调员罗布·奥里奇 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担任边风教练 周一 前跑风教练托马斯 福特离开去了俄勒冈州立大学 专栏随着供应格局的变化 同事基金对铜的看法不再那么消极 安迪 霍姆 雅虎 在过去两个月里 铜价反弹 促使对冲基金减少对低价的压注 因为经济阻力减轻 供应动态重新评估 资金管理者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合约上进多头 而在10月底时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合约上进空头 这种态度的改变是由价格的复苏和对美联储已经停止加息的新年驱动的 预计明年将出现铜金矿短缺 这是由于矿山产量下降所导致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全球各地的新闻 首先 我们来看看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情况 为了吸引人口和投资 这座城市正在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区域科技中心 虽然有人对这个计划表示质疑 但是官员们希望通过专注于科技发展来改变里约的形象 他们希望将里约市场定位为一个类似于华尔街或硅谷的热带替代品 吸引开发人员 加密货币交易者和数字游民 不过 里约市面临着人口流失 经济不平等和高犯罪率等问题 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 还有待观察 接下来 我们转向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房屋合作 澳大利亚总理表示 两国正在朝着一项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防协议迈进 以加强双边安全合作 这是澳大利亚积极推动与亚太地区各国达成安全协议的一部分 这项新协议将在国际法下具有约束力 将进一步提升两国之间的国防伙伴关系 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一步 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航运业面临的挑战 由于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地区发动袭击 航运巨头不得不改变航线 导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运费飙升 这对于在线零售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需要承担更高的运费成本 这个问题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 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在投资方面 明年股市的前景存在分歧 一些分析师预测股市将下跌 而另一些则预测将上涨 投资者需要积极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 不依赖长期投资策略 预计科技公司将退出舞台 而周期性行业和小市值股票将成为明年的投资热点 此外 长期债券收益率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而当前收益率的国债可能是寻求高质量收入的投资者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原油出口情况 尽管波罗的海港普里莫尔斯克的出货暂时停止导致流量下降 但俄罗斯的海上原油出口在四周内仍保持强劲增长 明年 俄罗斯将进一步减少石油出口 以满足欧佩克家伙伴的要求 这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和分析 请大家留言 分享自己的想法和问题 我很期待和大家的互动 谢谢观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来自新的球团队 我训 only 我训续 我训续